嗨,大家好,我是一鸣 最近呢,有个新词 特别火,这个梗呢,就叫 打工人,不管有钱的 没钱的,都在自己的朋友圈 嘚瑟一下,早安 打工人,有这么一个老早 的段子啊,我觉得特别的 对得起现在打工人这个称呼 就是说呢,我从 18岁就出来挣钱 从一无所有发展到现在 身无分文,再从身无分文 拼搏到负债累累 这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我看自己都冒火 武则天 证明了成功和性别没有关系 江子牙证明了成功和 年龄没有关系,朱元璋 证明了成功和出生没有关系 马云证明了成功和 长相没有关系,比尔盖茨 证明了成功和学历没有关系 而我就比较厉害了 我证明了成功和我没有关系 玩笑归玩笑啊 大家最近肯定 都知道打工人这个梗特别火啊 都是一群年轻的生命挂着黑眼圈 来到了自己那小小的一亩三分地 作案上一大堆的文件 然后你再想想 什么都在涨 就你的工资没涨 就觉得生容易活容易 生活不容易 每每一句早安打工人 安慰一下自己孤单的灵魂 想想自己在网上冲浪 看着零明年出生的小孩 月入三到五万 而且还说自己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就感觉自己太失败了 看着抖音上各种美食博主 一顿饭就吃掉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像我这种只能用小米手机的屌丝 只能在高端的商场里溜达溜达 看着别人买一双袜子都要好几百 感觉全世界都是中产阶级 保护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月白干 还得倒贴给支付宝玩花呗 看看那些北上广深 平均月薪都在一万以上 就连那些二三线城市的月薪也不低于六千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 如果把你的工资和马云的工资平均分一下的话 你也能打败全国99.99%的人 而现在这个信息化大爆炸的时代 网上充斥着各种心灵鸡汤 都说靠着自己的努力 怎么来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 钱不是攒出来的 是赚出来的 其实不然 前段时间呢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日本姑娘 每个月靠着省吃俭用 在日本买下三套千万级的豪宅 她呢从18岁开始 就立志要在34岁之前买下三栋楼 然后退休享受生活 这位日本姑娘从来不买衣服 全穿别人不要的 然后家具呢也全部都是捡的 每天的伙食费控制在153日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也就不到10块钱 家里呢就她一个人 也不舍得买碗 为了不浪费水 洗锅碗呢 她就直接用锅吃饭 目前她已经辞去了工作 靠着收房租来过日子 一个月大概房租2万块钱左右 开着自己的猫咖 收养一些流浪猫 哎 你看人家的生活 是不是 再看看自己 哎 感觉这些年都活在了狗身上 说到底 自己的工资到底哪里去了呢 想一想 一道换季 总觉得自己缺少一件衣服 对吧 打开衣柜 满满当当的各种衬衫 黑的白的 红的黄的 紫的绿的蓝的 嗯 还没有成色 买一件 然后呢 就是各种促销活动 买卫生纸 买4 免1 买牙膏 买10 送4 买洗发水 买200 捡100 看看自己堆积如山的快递 说多了都是累啊 然后呢 再看看 每次出去聚餐 哎 为了在自己朋友面前显摆 恨不得把最贵的菜都上一遍 可是等到走的时候呢 看着满桌子的剩菜 那可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相信很多朋友都在玩蚂蚁森林 平时呢 为了收集个能量 起早贪黑 自己上厕所的时候 恨不得把整卷纸都用 计算一下 一吨的纸 需要14颗素 生长8年 20多尺高 直径8寸左右 才能做一吨纸 兢兢业业的 花了几个月 在线上种的那几棵小树苗 还不够你上一次厕所 而且呢 我们都热衷于网购废物 各种各样的懒人神器 扫地机器人 多了要锻炼身体 买的跑步机 是不是都在你家里 角落里吃灰呢 而且呢 我们作为一个打工人 每次出去买菜呢 都会买好几天的食材 然而呢 这计划感不上变化 一会儿朋友聚餐 一会儿单位加班 结果呢 就是饭没有做几顿 食材都不新鲜了 全部都扔了 所以呢 赚不到钱 只能怪我自己 杜绝浪费 从我做起 好了 我是一鸣 我们下期再见